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俗话说 爱出者爱反 福王者福来 康特曾经的救助对象 现在成了救助康特的恩人 要不是秋美母女的收留 康特的处境一定会很艰难 谷苦伶仃不说 还整天食不果腹 更不用说有精力去寻找阿祖法 康特在秋美母女的精心照料下 精神状态还不错 体力也完全恢复了 秋美妈妈给康特倒了点水 让康特洗洗脸 康特在这里站住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以前她也有过这么美好的时光 和阿祖法小凯撒在小屋居住的时候 一家人其乐融融 每天都是欢声笑语 而现在康特身边什么都没有了 并且需要记住在别人家里 即使是这样 康特也不灰心 他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 准备一边找工作 一边寻找阿祖法 当秋美妈妈在点火烧水的时候 康特坐在她旁边 两人的关系就跟母子一样 秋美妈妈对康特照顾的无微不至 康特对秋美妈妈也很尊重 出门在外 谁都会遇见困难 有困难的时候大家互相帮一把 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和温馨 秋美妈妈问康特今后有什么打算 康特说不找到妻子绝不会回去 她说今天想去市里找找看 阿祖法有时候会带着凯撒到市里玩 秋美妈妈也很支持康特的想法 她说他们可以陪着康特一起寻找 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 秋美背着柴火回来了 她一大早就一人到山里捡树枝 小姑娘话不多 吃苦耐劳 和妈妈相依为命过着游牧生活 虽然自己过得并不富裕 但也和妈妈一起尽量帮助康特 真心希望康特早日找到自己的妻子 妈妈将几根玉米棒递给了康特 因为距离商店很远 家里也没有很多菜 今天就吃些玉米棒凑合一顿 主要康特今天还要到市里去寻找自己的妻子 这也需要钱 而秋美母女也没有多少钱 康特身上更是一份没有 为了帮助康特寻找阿祖法母女 现在每一分钱对三人都极为重要 康特心里非常感谢母女两人的收留 如果不是秋美母女 康特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要是回家 每天都要面对自己妈妈的唠叨 康特精神上受不了 可康特还不知道 他的妻子前天回家去了 但却没有看到他 康特错过了和妻子重逢的机会 而阿祖法母女现在又返回到了小屋 康特想要和妻子相聚 恐怕比之前还要艰难 而且康特现在手机也没有了 完全和家里人失去了联系 而奶奶从邻居小哥那打听的消息 现在也无法告知康特 因为那位妈妈导致原本幸福的一家人 现在分崩离析 可那位妈妈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 阿祖法前天回去 如果妈妈说什么都不让阿祖法再走 好好说一说 然后大家齐心协力找回康特 那曾经的快乐时光肯定还能重现 然而妈妈却想着把阿祖法母女让杰斯领回去 真是不知道 那位妈妈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万幸的是 阿祖法当时就在村里买了一点吃的就走进了大山 如果要是被杰斯找到 那阿祖法每天都会遭到杰斯的骚扰 可这些事情 康特却一无所知 康特告诉秋美 一个挺得大肚子身边还带着一个孩子的人 她究竟能去哪里 为什么我找了那么久 却没有他们母女的丝毫线索 秋美说 你的妻子还有父母吗 她会不会回到自己的妈妈身边去了 康特说 之前我拜托过我的一位朋友 到她家里看过 但她的妈妈并不知道她在哪里 康特说 算了先不提了 等吃饱了到市里去找一找 康特决定到她曾经领着阿祖法玩过的地方看看 康特对阿祖法母女的爱 让这位妈妈很是敬佩 她多么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也能找到一位 像康特这样的丈夫 喝完茶水 一人又吃了一根韵棒 康特准备去市里寻找妻子 而秋美母女说 他们也很长时间没有到过市区了 正好一起去 他们母女也可以帮忙找一找 康特觉得人多力量大 最终答应了他们 这个地方距离市区 接近20公里 康特不想搭顺风车了 他们三人决定徒步到市里 这样可以在沿途打听阿祖法母女的下落 中间康特询问了很多人 但都没有知道阿祖法母女 主要是康特身上也没有了妻子的照片 询问别人只能光凭一张嘴 这增加了寻找阿祖法母女的难度 尽管康特知道这样很难 但他不想放弃 因为两个多月的分离 不仅没有让康特对阿祖法母女的爱减少 反而越来越想念她的母女了 三人走了一段距离 实在累得口渴 就在这条河流中简单喝了一些水 然后继续朝着市区里赶 今天到了市区 恐怕也没有办法寻找 因为距离夜幕降临还有三个小时左右 等三人到了 恐怕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 不过 这个地方满是水道 看着似曾相识 但这个时间段稻田已经没有人了 康特直到走出稻田来到市区 也没有再询问一人 但明天康特会不会再过来寻找 暂时就不好说了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康特千万不要找到阿祖法之前打工的那位老人 如果要是康特从他嘴里听到 妻子和一个男人过来给他打过工 康特肯定会多想 今天三人准备就在这里过夜了 明天开始在附近找一找 由于还没有吃饭 修美的妈妈给了康特一些钱 康特买了一些廉价的食物 三人在草地上吃点东西 当吃饱喝足了 在这个地方好好睡一觉 养足精神 视频看到这里 那么大家觉得 康特明天能否打听到妻子的下落吗